近日莊穩情出席旺角鬧市 徹底鬼屋、怨寧禁地的時候 小不免被問到 現階段她和老公離婚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是進入了司法程序 就要去法庭 這個是將來會進行的事 還有我又不可以說太多了 有啊 因為都要見兒子的 都是溝通在兒子那裏 主力都是關於兒子的溝通 當然又不開心 因為其實當時我都是很傷心的那個BB 那我都是公開 因為我其實聽到醫生的電話的時候 就剛剛好像三個月 三個月是可以公開的 但是醫生的電話是驗血 那我就希望那個是假陽性 就是那個是假陽性 那我就希望放出來IG雜氣 那我的心是這樣 雜氣啦 希望我女兒沒事啦 然後我要再多兩個月 五個月我才可以抽羊胎水去驗 其實我是一個媽媽都 真的覺得 很不開心 就是提起都真的很不開心 那現在有沒有遭遭車 沒有啊 可能我太麻煩了 行不行嗎 不行啊 現在的心機都放在我兒子上 因為我現在都這麼多私事要處理 又家事要處理 還有我這麼小的小朋友要照顧 那我想 我又不是年紀小呢 那我想要看得上我的 他應該都很大方 那我想要看 至少人 我們可以看得上我的 一大方 喔 了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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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對 好 好 好